嗨 大家好 我們今天要跟大家介紹一下男生項鍊 那男生項鍊大概有六個主題可以介紹 那我分別跟大家講一下 第一個主題是最常看到這種十字架項鍊 像我身上的也是十字架項鍊 十字架項鍊 它蠻多顏色跟造型的 然後第二種是鋼鍊 鋼鍊就是沒有任何的醉飾 像這種鋼鍊 然後第三種是這種韓系的長板項鍊 它長度都可以到八十到九十公分左右 韓系項鍊 然後再來是軍牌項鍊 軍牌是這種兵集牌 就是美國大兵在戴的兵集牌項鍊 然後再來是比較少見的保羅項鍊 這種蠻冷門的 一般可能不太會聽過這種保羅項鍊 但蠻多好萊塢明星都會戴的 然後最後是最常見 也是大家最喜歡的白鋼項鍊 然後以上大概這大六種 那我們接下來會分別為大家介紹 然後第一種類型呢 我們是要跟大家介紹一下十字架項鍊 像我身上就是黑色的十字架項鍊 然後它是搭黑色的鋼鍊 然後接下來是像這種 雙層的十字架項鍊 它有點立體感 這我們賣場賣得非常好 應該是說第一名啦 它有三色 藍色、黑色跟銀色 都是男生的基本色 然後接下來是這種比較細長的 細長的黑色鏈 然後搭的是銀鏈 然後它上面有淡淡的 應該鏡頭是看不到啦 它是有淡淡的烙印 你可以上我們官網看 它蠻清楚的照片看得出來 它是這種比較簡約的 跟我身上這種 項鍊蠻像的 比較簡約的 然後再來是這種 比較 板型比較大的 它蠻 它尺寸蠻大的 等一下可以帶給大家看一下 然後基本上十字架項鍊呢 它正面都是有造型 後面大部分都是束色的 對 然後接下來是這種 串珠的十字架項鍊 就十字架項鍊呢 它不只會做這種比較簡單的 也會做這種比較有造型的 那我稍微帶給大家看一下 然後拆十字架項鍊的時候 要有個角度 因為它這邊有個小扣 這個是叫蝦扣 不要把它扣住 你多拆幾次應該就蠻熟悉的 那我先借 試帶款 這款給大家看一下 這是蠻 板型蠻大的十字架項鍊 然後帶的時候要有點角度啦 所以一開始帶會有點不順 然後像這樣子 它板型蠻大的 跟其他的款式就有落差 如果很喜歡帶板型大一點的 可以考慮大一點的十字架 大概是長這樣子 那我帶其他款給大家稍微看一下 然後我 這款是我賣場最熱賣的十字架 現在這款已經熱賣好幾年了 原本只有藍色 後來我們再進了其他顏色 如果一開始啊 戴起來比較 你比較不會戴 你可以叫朋友幫你戴 大概是這樣子 它也是小小一個 對 大概都是落在胸口的位置 我大概一百七嘛 那落在胸口的位置 就會有點身高 然後我們的 項鍊差不多都是 五十二公分左右 那最後帶這款串珠給大家看一下 那這款怎麼帶呢 它是 直接從你的頭套進去 這樣就可以了 那我稍微站起來給大家看一下 然後帶起來 大概是長這樣子 這樣子 這樣子的感覺 緊接著我們要跟大家介紹一下 沒有最似的鋼鏈 跟 白鋼項鏈 然後像我 戴的這條就是鋼鏈 金色鋼鏈 然後鋼鏈大部分尺寸 我們都是落在六十公分 二十四吋左右 然後也是差不多在胸口的位置 蠻適合男生戴的長度 那我戴的是金色的 然後這兩款是 銀色的 然後它這是有點 一段一段一段式的 然後這是整條 應該看得到 看得出來差別 對然後鋼鏈 其實它就是很多款式 可以選 然後我們今天拿的是比較 粗的 那還有比較細的 那我稍微帶給大家看一下 感覺 然後這些都是沒有最似的 如果你要加最似上去也是可以 只是你要注意一下它的那個 鏈子的粗度 看大概這樣子 大概這樣子 然後另外一條 稍微帶給大家看一下 然後這個也都是用蝦頭 蝦扣 這樣子 打開就可以了 然後這幾款都是比較粗的 然後接下來是我們賣場滿熱賣的白鋼項鍊 然後這材質都是白鋼材質 然後這樣 像這種都是雙層次的 就是雙環 然後這是三環 然後這是新造型 然後像這種小墜刺啊 我們通常都會有分喔 這是黑色嘛 然後我們還有銀色 金色 玫瑰金 對這主要是 你單戴也可以 然後要當做那個情侶項鍊也可以 然後像這個是三層 三 三環套在一起的 那我稍微帶給大家看一下 然後戴起來感覺像這樣子 然後我們的項鍊也都是 大概差不多 五十二公分 白鋼項鍊我賣場都是 配五十二公分的鏈子 然後鏈子部分也都是白鋼的 然後戴一下這款十字架給大家看一下 這墜子比較大一點 我賣場有上百款的鋼墜 所以有分 有像這種小小的 然後也有這種 比較大的 對就是看每個人的喜愛程度 那接著我們要跟大家介紹一下 韓版的長版項鍊 跟軍牌項鍊 這兩款都是屬於 長項鍊 那像我身上這一款 它的長度呢 差不多落在八十五公分左右 那我稍微帶 站起來給大家看一下 它大概落在 稍微 肚子上面一點點 我大概一百七十公分嘛 對 這個長度都 大部分 的男生都很適合 那它怎麼穿戴呢 就是 直接從頭 套出去就可以了 就這樣蠻簡單的 那我戴另外給大家 另外給大家看一下 然後像剛剛這個是皮革 皮革材質 然後現在這個是 金屬的材質 像這種長項鍊呢 它都不用狹扣 開它大部分都是直接套進去 這樣就可以了 蠻簡單的一種設計 然後接下來我跟大家說一下 那軍牌項鍊呢 軍牌項鍊 就是我們所謂的 兵集牌項鍊 美國大兵在帶的 那為什麼叫兵集牌 因為它上面都會有一些烙印 就是可能 以前打仗的時候 他們會寫說 你的名字啊 然後軍隊啊 什麼什麼等等 如果你真的不小心 戰死了 它就會拿到你的兵集牌 就知道你是誰 大概 由來是這樣子 然後 也是這樣穿戴式的 這樣子 兵集牌項鍊 然後這個 這一款 我身上這一款 它是 外層有套塑膠 那你也可以自己 如果你想要單戴 就要選擇這種 然後這是素面的 這種素面的 然後接著我帶 黑色的給大家 稍微看一下 黑色的 然後如果是 像這款兵集牌 它有分 正面跟背面 所以要戴的時候 要注意一下 大概是這樣子 它長度也是差不多 跟剛剛我忘了 韓板相似差不多 也是肚子上面一點點 如果你比較高 會稍微再下面一點 大概是這樣子 都是蠻簡單的 傳搭 接著跟大家介紹一下保羅項鍊 什麼叫保羅項鍊呢 有來可以大家上網查一下 然後這種項鍊 我們查詢之後 好萊塢巨星蠻常戴的 然後台灣有些 藝人的明星也都會戴 這種項鍊蠻冷門的 它戴起來大概就長這樣 它可以拉 就是上下拉 對 高一點就是這樣子 有沒有 它拉低一點 給大家看一下 大概這樣子 然後它的變化就是這種 繩子會變化的時候 會是黑繩 或是 咖啡色的繩 然後墜子也會變化 然後怎麼穿戴呢 我示範給大家看一下 就是把它拉下面一點 然後套頭式的 然後這邊有個 給大家看一下 它這邊可以拉 所以還是拉低拉高這樣子 那你就要先 這樣子 套過頭 然後這種項鍊大部分都是穿襯衫 襯衫之後戴 然後再往上拉 然後大概在平均的位置 大概這樣子 保羅項鍊 然後以上的影片呢 就是我們對男生項鍊的介紹 那總共有六大款 然後也都是我們賣場賣很好的項鍊 款式 那如果你覺得這支影片對你有幫助的話 記得幫我們按下訂閱 然後分享給朋友 然後記得訂閱旁邊要打開小鈴鐺喔 那如果想看什麼其他的介紹啊 因為我們本身有賣 視頻手錶眼鏡包包 如果你有想看什麼介紹的話 也歡迎底下留言給我們 那如果你對以上的商品介紹 有任何的問題 也歡迎留言給我們喔 那就先這樣子喔 掰掰